我要去外面给孩子买有香精和色素的烤肠了 我们自己在家也能做 而且方法特别简单 准备一块瘦多肥少的猪肉 去皮后剁成略有颗粒感的肉馅 像这样就可以了 按比例放入屏幕上的调味料 一斤肉加70克老姜水 用手顺时针搅拌至肉馅上劲 然后不停地摔打 这样可以让烤肠更加Q弹 再放入提前泡好的糯米 和其他配料 搅拌均匀 配料的比例按我屏幕上的搭配就可以了 我每天都在用心教做菜 能不能给个免费的小红心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肠衣的选择很重要 每次做香肠的时候 我都会用这款肠衣 质量好 不容易破 一包可以做四斤肉的烤肠 将肠衣洗去表面的盐后 加入水和料酒 浸泡半个小时 用水把肠衣灌一下 然后套到灌肠器上 穿到最后的时候系上一个结 再把肉馅儿装到灌肠器里 盖上盖子 旋转灌肠器 将肉灌八分满就可以了 否则容易爆开 灌好以后 用牙签搓一下 排掉空气 然后每隔一段 用绳子系一下 再用温水洗一下 放入锅中 一定要冷水上锅 开最小火 蒸五十分钟就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烤肠 真的是太香了 没有色素和香精 吃起来也比较放心 如果你喜欢 记得分享给朋友 一起做起来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